我很喜欢殷慈善的故事 以后让他专为我知善吧 别以为这样就能让朕消气 朕不吃这套 大哥 你看 我去捉卫王去了 臣妾已禀告母后 陛下因为先前发生的事 十分不快 所以决定亲自走访 附近村落的百姓 母后这才放心回行宫等候 陛下还未用膳吧 臣妾带着苏四膳来了 去准备吧 是 碧妾正担心人手不够 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朱全 诸位 今日好不容易出宫 不如换换新鲜口味 好吗 嗯 子萍 云周 你也坐吧 臣谢必小恩典 是 贵妃娘娘 万万不可 还是奴婢来吧 陛下经口欲言 都说了出门在外不必拘束 我来 我去厨房看看 书是 严丝善 你看 苏丝善 他这是在干嘛呀 如果剁碎的话 待会儿还要慢慢去扎 而且这样还能保留 鸡肉原本的鲜味 快去干活 这是鸡粥 来 吃我的 很好喝 就是太烫了 鸡肉原本的鸡肉 鸡丝绅 就算上菜的顺序可以换 那总要遵循 油嫌准淡 油浓变薄的原则 你这么胡来 不仅会破坏人的胃口 还会丧失食物的本位 这是什么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殿下 这是包米果 这是酸菜和茄子 味道气非常清脆可口 真的很好吃 大哥 你也尝尝 朕看你是饿了吧 这是河地的菜肴 陛下 传言当年援军 从江西南安府撤退后 城中粮食遭到洗劫 有位心灵手小的夫人 在地上发现了残云碎米 便把它收集起来磨成米浆 放于过境内蒸熟 里面裹上各种馅料 再刷上熟茶油 便是十分可口的包米果 觉得特别好吃 看上去很平常 就是特别香 殿下 再饿也不能着急 这汤包看似没有热气 一不小心 能烫到你心里去 尤大人说的是 传言三国时 孙权将妹妹嫁与刘备 孙夫人自小爱吃蟹 远离故土后 更是思念不已 后有人以蟹黄做馅 来做汤包 就是为了纪念她 烫是烫了点 还是得趁热吃 凉了之后 会有蟹心味 肥肠粉配军臀锅盔 这锅盔啊 还是三国时期大将将为 流传下来的军粮呢 尤大人 您尝尝 忘了提醒您 这里边有花椒粉 您还是先尝尝炸糕 或是糖卷果吧 刘大人 您还好吗 你看我像还好的样子吗 大人恕罪 我亲手磨的花椒粉 味道重了些 你怕是把一锅的花椒粉 全都送予我了吗 云州经常离京办差 想必各地的美食 已经尝了一遍 竟然还有你吃不出来的东西 世间美味云集中华 就算一日三顿 顿顿都吃新鲜美食 人活到一千岁 怕也是吃不完的 这是羊头签 宋朝宰相王安时 视名利富贵如浮云 唯有在深夜读书时 最爱这口羊头签 要说王府做羊头签 做得最好的人 不是府中的刨厨 也不是王老夫人 而是 是谁 这个故事得慢慢讲了 宋贵妃 我很喜欢殷丝善的故事 以后让她专为我治善吧 皇后娘娘 苏丝善是您亲自逃走的 现在 连殷丝善也要逃走 那今后我要是吃不惯别人做的膳食 那怎么办呢 我托你换 这 这怕是不好吧 皇后既然喜欢 那便让殷丝善 日后为昆宁宫备善吧 谢陛下 奴婢领旨